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是第四十五个世修法 科判里面讲的是《水解脱分散》 这个修行的时候前面恰心 皈依和发心 都是一样的去观修 观真心的时候不管是任何一个善法 都是摆脱圣子轮回获得涅槃这样的一种善法 如果我们归纳起来其实这些善法都能获得 说声闻和愿觉正等觉佛果 正等觉佛果的这三种解脱当中最殊胜的是什么呢 就是佛果所以我们要为了得到圆满的佛果 先发菩提心中间修善法 所修的善法归纳的话像十三 四禅 四五舍 还有执观以及四五年星和六波罗蜜多等等这些善法 那么这些善法你没有发心来摄持都是为了获得利益众生 和获得正等觉果位的这种法菩提心 中间每一个善法以自己的要求来进行修持 最终他所得到的善根全部回向给无量无边的众生 如果你没有这样不能成为成佛的因 就不能成为全部的因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在自己好好观想所修的 每天所做的所修的这些法一定要以解脱的善根来摄持 解脱的善根来没有摄持的话 你只成了一个要么是无色戒的因 要么是欲戒的因要么是舍戒的因 除了这个善戒的轮回以外都得不到的 为什么我前两天讲 现在我们世间上比如说道教 儒教 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 世间上教派都是比较多的 但我们也看过他们的像《圣经》 《道德经》 还有其他的一些《古难经》等等都看过我 看了以后确实在从中没有讲更高的 佛菩萨的果位的道理这些经里面也是没有讲 没有讲的话修行者不可能得到的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修行随解脱分 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看现在藏地汉地有些修行人没有把菩提心和这些来摄持 也最后得不到这样的果位因此一刹那也是不屑的 好好地修持战法最终把善根回向给众生这是一个修法 应该说有没有 happening 我看到有没有没有生存在 我会开始的热气 好 我IGH 微生存在 你做得到的 我会发现 让我近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